不知道為什麼 偷偷地有記憶上帝的位置 所以又靠近來了 最後人類 好像成功了 我們知道 剛剛已經講過 生命線上有一個生抽動 一個細胞裡面它有細胞 然後它染色 然後有染色體 這個染色體 它的尾巴 我們叫做 端粒 翻成中文叫做 Ketamium 這個染色體 其實是有非常多的DNA 如果我們慢慢把它打開 打開就會發現這是雙微原裂 它有減情對 這上面我附的是一些蛋白質 叫做主食蛋白 這個端粒 是綁在這個染色體 一共有那麼多人 的最多 它有什麼功能 很快的科學家們 在DNA技術的幫助之下 就發現 每一次細胞 這個叫做DNA 每一次細胞經過一次分裂 各位都知道 你們每一個人 你們每一天都會有 生鮮 會代謝細胞 受傷也會代謝細胞 你們身體會代謝細胞 所以細胞代謝就是怎麼樣 原來這細胞分裂 產生新的 所以每一次分裂 科學家發現 這個尾巴就會越來越短 所以 年輕的細胞長這樣 它的染色 年老的細胞長這樣 它就跟面膠磨光 所以就有一個辦法 只是年輕的人不是老人 欸 細胞癌射體後面那一段 跟生命有關係 各位剛剛男生 有那個保育娘對不對 它只活了六個 為什麼 祕密在這裡 因為它 每一年 它細胞要代謝 一代謝斷力就減少 斷力減少它的壽命就可以了 所以你如果去算那個長度 大概就可以知道 這個人的生命真的要多少 這就是為什麼 有的人不知道為什麼 生物學家 或是生理學家 或是生命科學家 可以估算人類的 在正常狀態 最大的生命受益 是120吋 因為我們現在對細胞 全身的代謝方式 是很清楚的 所以當你磨到很扁的時候 最後這個藍色體是沒有用的 為什麼 因為這個就想把一個東西綁在最後 最後它綁不住了 它就散掉了 這個藍色體是沒有辦法再工作的 藍色體不工作 各位還記得我們剛剛一開始講的嗎 甚至說你的密碼都在裡面 整個閃掉了以後 你怎麼樣去找那個密碼 那密碼這麼多 怎麼知道它真的跟生命有關 可以 然後呢 現在各位都知道 現在的科學家很厲害 對不對 我們可以把DNA拿出來 然後碰到另外一個生物體裡面 我們可以做另外 等一下我們會講到 護吃的動物 這其實就是護吃動物 所以護吃動物做的是什麼 就是科學家把剛剛講的端曆 跟端曆活動有關的效率 叫做Telemax 把它做成可以被調控 我可以用食物去餵它 然後就可以活化 這個塞到這個新的基因體裡面的Telemax 把它活化 但是我也可以把它抑制 好了 我們現在就有這個老鼠 它的Telemax可以被調控 所以當這個老鼠長到兩歲 老鼠的壽命很長 兩歲就老了 就很老了 然後科學家就把這隻老鼠 這隻是餵一般的食物 這隻就餵一種食物 是可以把它的Telemax塞進去 塞到它的染色體裡面的Telemax把它活化 可以看到這兩個毛巾 各位怎麼樣 人類都能說勝利 也是覺得做一些 非常可怕的是 非常可怕的是 這個實驗室的研究結論說 這個老鼠的 國化Telemax 不只是 它的表現 看起來很年輕 是 隨著時間的增長 這隻老鼠看起來越來越年輕 所有人都在看 這個實驗室要繼續 這是最近的事 所以 各位記得剛剛有沒有那個case 我們等一下再給你們講 轉職基因的生物 所以我們剛剛就提到 人可以控制這些 所以人的疾病 當然現在只要沒有錢 因為現在的東西都沒有花錢 科技用的技術 需要用大量的工具 所以現在你們在 有時候會在路上看到說 哎呀 幾代學銀行 對不對 有的人 幾代學幹嘛 大概聽了一個大概的道理 我這邊可以把它的 主要的核心概念講 我們的細胞剛剛不是講 它分化到最後定型了 就不再變 可是科學家很快就發生 我們的細胞裡面 其實有位置 它是處在一個前端的位置 就是分化過程中間的 這個東西就叫幹細胞 那幹細胞拿出來 以後可以用不同的因子去刺激它 因為科學家工作新做新做 然後DNA也知道密碼也知道 就開始大量的在這個密碼裡面 因為我們現在各位還記得 在幾年前人類已經破解所有人類的密 對不對 然後破解人類密碼以後呢 就用電腦去算裡面那些蛋白質 哪些蛋白質都可以做 效果可以做 從這裡面慢慢的再去比對實際的實驗 就發現細胞的分化過程 譬如說我們剛剛講的 受精板細胞要分化成心臟 這裡面要分化的過程中 其實是有訊號的 那個就是分化訊號 仍然是蛋白質 科學家就可以找到很多不同的訊號 所以拿那個訊號去刺激 還沒有分化的細胞的時候 你給它分泌 給它分化成心臟的 它就開始分化分化 變成心臟 你如果給它肝臟的 它就分化成肝細胞 你給它神經 它就分化成神經細胞 你給它造成細胞的控制因素 它就造成細胞 所以一個肝細胞 在不同的條件下 就可以形成各種不同的關係 我剛剛不是講的嗎 只要你前後約現在 基本上你投一下 全部都可以複製 心臟害了 過去你叫別人抑制給你 所以這時候 你們就可以知道 為什麼我們要找嬰兒體來學 第一個 至少在還不知道怎麼樣 控制Telemax之前 我們可以用這個方法 避開老年化的問題 所以一個嬰兒生出來幾代血 它就放在嬰兒上 它哪一天有問題的 再把那個細胞拿出來 四季通化 如果你心臟的心肌有問題 就製造出一個心臟的發瘍掉 沒有排斥作用 因為它是你自己本來的細胞 通化了這個 對不對 所以大家可以想想看 這個幹細胞 現在是全世界的醫學院 在爭奪的一個叫做戰略高點 全世界多大的一個事 可怕 人再下去變成像一副車了 那你的心臟不好 看一個臟好 是不是 心臟不好 看一個心臟 莫達的教育 我們一直來講 甚至於現在 連艾滋海默症 都已經開始有 實驗就是說 我們把幹細胞 神經通磁的分化因子 打進去把它放到腦 艾滋海默症可以開始做更重要 這目前還能做實驗 這就是剛剛在講的 把一隻猴子 把它搞 因為現在我們也知道 怎樣的地方是艾滋海默症 可以用人為何辦法把它搞 把這隻猴子很可憐 把牠搞到腦海默症 然後再把幹細胞 把牠弄 再把它送給牠 沒轉 你看人 人不但是整個事情也整個動 一下子要讓我爸夢 一下子要讓我好 就是這樣 所以 怎麼樣 我們剛剛也能講 上帝一直叫他這幾個 所以到了大概五年前 人已經開始 開始跟上帝做人 一直叫做一半 基因工程不要畫得太可怕 我們來畫的比較綠色 比較好看 可是跟各位也是密切關係 所以人類可以控制DNA 切割DNA 分析DNA 那是什麼時候一次 1977 才幾年前 45年前 那個時候人類才剛剛可以切割DNA 但是現在 我們卻可以利用基因工程技術 可以把 以這個土來解割 細菌裡面的某一段DNA拿出來 拿出來以後呢 把它塞到一個 植物的染色體裡面 塞進去了以後 再把它塞回細胞 植物細胞裡面 這個時候 這個植物細胞 就帶了一個 細菌的細胞 然後再把它拿去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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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隻植物 裡面開始帶來 細菌的地位 這在過去自然界裡面 是不可能發生的事 所以基因工程使人進入了創生的聖略 因此你們看到一些消息剛開始 好像不知道它什麼意思 經過這解釋 你慢慢就可以理解 它是非常嚴重的事 比如說 這個叫什麼 螢光斑馬 我們以前不是說嗎 這個老鼠生的兒子被打動 意思是什麼 每一個品系的動物 是互相不干涉 但是螢光斑馬椅是怎麼做的 螢光斑馬椅是 科學家發現在深海裡面 有一些水母 它為了要在那個海裡裡面 那個生命 它自己會發光 所以它會 它有一種叫做螢光斑馬椅子 有紅色 這什麼顏色都很漂亮 科學家就從深海裡面 繞出那些 然後就把它的基因 脆肪拿出來 拿出來以後 這些科學家會想 我怎麼賺錢 你們這個聖誕節 都放一個聖誕樹 然後燈泡在裡面 你也有它也有 我漂亮 我現在呢 把這個螢光基因 把它塞到魚的基因 然後呢 這個魚帶著這個水母基因 本來就是魚魚 現在它的基因 身體裡面帶著水母的基因 然後我在什麼 在它養的過程當中 丟給它一些飼料 它吃這些飼料以後 它的那個基因 會知道蛋白質是一種酵素 那個酵素 那個酵素 在你給它吃的食物 它就會去分解 分解完了以後 外面放了一張燈 螢光燈 一照 五色 放在哪裡 溫到的水 整個螢光燈 你們當然就可以想到 除了做觀賞 還有好多好多的東西 其中跟各位立刻現在也有關係的 有什麼 你倒超級嗜好去 這個玉米到底是天然的 還是基因的 基因的叫什麼 抗蟲或抗藥 所以全世界的基幹面積 有這麼多 1.703億公頃 對不起 就是全世界的大企業編斷 這些小國家沒有人玩得起 各位 各位 這個世界 真的是被激勢屠戰 黃豆面積高達8141萬公頃 為什麼 全世界是黃豆的最多 各位可以想像得到 為什麼西方國家要推世界一體黃 你不能關閉你的事 那 我的東西佔你無數 你的小農 龍豆 可是我們的社會被交人 美國多好 歐洲好美 他們進來了 幫我們所有的職員 去送發 帶來一個不效果 帶來一副 所有知識裡面的知識 所以全世界的 這些基幹植物 越來越多 可是有一個隱憂啊 從有人類以來 我們的腸胃是怎麼會發展的 各位都知道 人類跟環境是經過幾百萬年 這樣的互動的 所以有很多東西 我們不會去吃味 我們身體不會去接受 我們所有會吃的東西 都是我們身體不會去接受 現在基幹的植物 你給它外交了一些基因 特別是那些基因 有些SR Future 是人造的 因此我們的食物裡面 就有這些 我們一百萬年 還從來沒有接觸過的 因此我們不知道 吃到哪個身體不會 但是西方因為強權 它的社會也說 我們經過做了十年 十年我沒有問題 大家都買錢 它就賣到全世界 它就賣到全世界 可能 人類 上帝人 正顧人類 這些都不會有 但是如果有問題 上帝說 是嗎 一二一頭就這樣 你已經坐上上帝的位置 我不管你 所以轉隻動物 轉隻生物 打進去 人類呢 終於到了上世紀 打破了自然球 上帝也說 主席 你要救了這個 大阿阿的做 各位 現在知識不重要 我們現在面臨的 國家跟國家 區域跟區域的競爭 競爭的是 知識 中國的傳統知識 一向都是包裹起來的 什麼叫包裹起來的 叫做衣 所以我們的中藥也好 我們的所有的東西 都是跟人家互相搭配 這使得中國 知識的發展 有一支明智在 所以中國人 的知識系統 沒有辦法主宰 物質 我們可以說 我們是天能和有 我們跟這個環境 相處得很好 但是我們不可能 如果從這個外來系統來說的話 我們是不可能主宰這個物質 但是西方在15世紀開始 他用的分析法 這個分析法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先畫一小塊 其他我不管 我把這個裡面 搞到非常清楚的以後 再畫第二塊 再把它搞得很清楚的 所以一開始很慢 但是一塊一塊一塊 等到它夠多的時候 把它湊在一起 它就開始製造原來不存在的東西 這在中國的系統不可能發生 因為我們怎麼做 我們的祖先怎麼做 都是跟這個世界要配合 所以我們不會創新 因此在西方 各位看看 潛水瑜 中國過去不會發生 中國當然做輪子 做什麼東西 那些從把鐵弄出來變成鐵器 基本上跟現在的技術來比 都變成小的顆粒 人類現在面臨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 你看 我們可以吃到一天太陽 清淡 清淡 很快就會發生 用在 現在 我將因果要靜光 你太可憐了 你們如果仔細看看 現在世界的趨勢 這個日子 你們會不會去 但是 太陽只給我們 可愛的養後 人類製造的清淡 後面還是一堆的 和味料 而且 一旦如果是打清淡蛋 或原子蛋蛋 但是 全世界 變得不可 放著去 我們都不用 OK 這個就是呢 我剛剛在講 我們現在 各位在這個世界 從上個世界到現在 在不知不覺當中 走過了人類最偉大的 進步